第七集,两旁的行人有些撑着伞,有些走得脚不急,只有林一阳和他走得不紧不慢的。林一阳很熟这里的街区,左转,走到一条小路的人行道上,将因果拉到了自己的右侧。 两人左侧有一串公寓,每个公寓底下有一个个斜向下的楼梯,通往地下室。在雪天,台阶被矮矮白雪覆盖,看不清。稍有不慎离得近了,很容易摔下去。所以还是他走在左侧,比较安全。 当然,他的用意,因果完全没懂。他只是觉得林一阳走路肯定有一定的强迫症,一会左边,一会右边的,怪人。 再过一个转弯,看到了地铁入口的狭窄楼梯,他跺了跺脚底的雪,跟着林一阳走下去。台阶上,有一排湿漉漉的脚印,是林一阳留下的,紧接着他添了一排。 林一阳特意停在在最下一级台阶前,等着他。地铁站里躺着三个流浪汉,各自为政找了个避风的角落睡觉,其中一个就睡在售票机旁。 英国把信用卡从钱包里拿出来,想去自动售货机插卡买票,礼貌地绕开两步。跟我走,林一阳在身后说,车来了。 站内,地铁伴着碾压轨道的噪音,呼啸入站。 纽约地铁任性,大雪天更是能赶上一趟算一趟,已经来不及买票了。 他把英国从售票机前拉走,送进检票通道,刷了自己的地铁卡。 紧跟着,他再刷了一次,自己也进了站。 英国还没看轻站台长什么样,人早被推进了车厢,车门在身后关上。 他环顾四周,又是最破的那种车厢。 没空调,没电子显示屏,也不知道车厢喇叭好不好。 还没有人。 整节车厢,竟然只有他和林一阳,两排橙色的空座椅,在等着他们,随便坐哪里都可以。 英国指了指一个位子,看林一阳没反对,挨着门口坐下来。 林一阳坐到了他身旁,把球杆筒摘下来,立在自己腿边。 这是他唯一拿着的东西,还是属于他的。 说起来,这个男人,除了手机和钱包,真是什么都没带。 就如此去法拉盛赌了一场球,真是随性。 两人的鞋底都还有残留的碎血,在车厢地板上踩了一滩水。 地铁车厢没有信号,不能上网,没有消磨时间的东西。 车厢外也没风景,一片黑,只有行驶的声音,充斥着整个空荡荡的车厢。 林一阳不爱说话的脾气,他差不多适应了,只好充当两人之间的润滑剂。 我们,他冒出两个字。 林一阳的视线转过来,停在他脸上。 他说,还没正式认识过。 他的脸白里透红,鼻子很小,眼大,但不是圆溜溜的。 偏长,双眼皮很明显。 因为,扎高了头发,整张脸的轮廓都露出来,圆圆的。 下巴也不肩,是一张显年纪小的长相,美得毫无攻击性,很甜。 你想怎么认识? 林一阳对上他的双眸。 我叫英果。 你发的第一条微信,说过。 他提醒他。 好吧。 全忘了。 他只好硬着头皮,接着说,我和我弟是一届的。 大四。 其他的,他应该都告诉你了。 两人都在大四下半年,没有课,是学院要求的,实习期。 他想要转战职业九球,表弟想留学。 所以,自然就把实习的时间放到纽约了。 林一阳点头。 他说完,轮到他了。 林一阳默了会儿,反问他。 你看过我的全部有效证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 他问这话时,带着七分笑,三分促下。 国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全在那些证件上写得明明白白,连学校词卡也都给他看了。 除了所学专业,他想不出还能交代什么。 我那天没有认真看,没看你的隐私。 他解释着,只是知道他二十七岁,比自己大了六岁而已。 林一阳一笑,我本科是在国内读的,毕业转了两年前,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过来了。 他靠在座椅靠背上,简单地告诉这个女孩,在这里学的是传播,part time。 三年,今年是最后一年。 说完,他想了想,又道,大部分时间,住在DC,偶尔来纽约。 他停了一下,因果还在等。 没了,他最后说,你有什么想知道,随时问。 我也没了。 他笑得很无奈。 很好。 干巴巴的聊天内容,还不如不说话。 他们继续肩并肩坐着。 地铁入站,让他想到了一件更要紧的事。 刚刚上地铁太着急,写好的微信,还没发出去。 趁着地铁停,要快找信号。 他举着手机,左右晃了半天,也不知是因为下雪,还是这站台的网络格外差。 不管是移动,还是站台WiFi,全都连不上。 只好眼巴巴看着车再次启动,继续等一下站。 没发出去,身边人看到了他的窘况。 一直这样,半点信号都没有。 因果气馁,给他看自己手机。 林一阳扫了眼,屏幕上,有他发送失败的微信。 小果,我要饿死了,房间里有泡面没有? 要没有,你帮我出去买个披萨,趁着现在,还能买到。 等我回去就关门了,真是想不通。 他问林一阳,是不是因为我用的国内手机号,会比较难连,会有点影响。 你可以等着换乘,下了车再发。 也只好这样了。 他呼出一口气,收拖手机。 不料,林一阳反倒掏出了手机,趁着车刚离站,不知在和谁聊着什么。 等到完全进入隧道,他把手机拆进裤子口袋,出了声,饿不饿。 因果猛了一瞬,想到自己的微信,明白了。 还可以,能坚持。 坚持到旅店,应该问题不大。 坚持什么? 回去啃披萨。 他好笑。 那怎么办? 他也不想吃那个。 我们旅店位置太偏了。 这么晚,只有加油站超市里,有披萨卖。 无味,就是那天戴眼镜的那个人。 他叫我吃拉面,林一阳随口问他,想去吗? 现在,会不会太晚了? 他犹豫着。 这站直接坐下去,三站就到。 他靠在那,看了看万表,给了一个友善的建议。 我们可以先去,再继续坐地铁走。 说完,又道,我也没吃。 在这样的雪天,饿着肚皮,听到拉面两个字,他眼前浮现的全是滚烫的浓汤,加上猪卵骨,海带,泡菜,玉米,刚刚的犹豫全没了。 自己饿着就算了,让人家饿着肚皮送自己,多不人道。 反正自己也没吃,还不如下车一起解决,也省得去吃干巴巴的披萨。 这么一想,更该去了,不喂自己,也要喂他。 因果当即答应,结果本来要去换成另一条线路的两人,为了吃拉面,直接坐到了三站支。 两人到拉面馆门外,竟看到还有几个人冒雪,在面馆门口等着喂。 林一阳带着因果,拨开人群,走下去,进了一间地下室改建而成的拉面馆。 在玻璃门被推开的刹那,香味扑面来。 每桌上,每个大拉面碗上都蒸腾着白雾,狭窄过到两侧。 每桌满园,热烘烘的室内,热烘烘的面,这真是今天做的最好选择。 无畏早站了里面的一张四人桌,见两人,笑着招手,这儿呢? 因果和他第二次见面,友好的招呼完,放下包,先去了洗手间。 无畏见因果一走,马上压低声音。 你太够意思了,我衣服都脱了,头发都抹上泡沫了,被你揪出来站位。 就为了吃一碗拉面,来了,就别废话。 林一阳把防寒服脱下来,搭在椅背上,招手,和老板打了个招呼。 两人热络的用日语聊了两句后,他先要了清酒。 老板问是否点单,被他否了,要等因果出来再说。 无畏一头雾水,你不是去法拉盛赌球了吗? 怎么碰到小美女的? 球房碰上的。 他说,两人说了两句,将来龙去脉讲清楚,因果恰好返回。 无畏当即收起,看好戏的嘴脸。 笑盈盈地问,听他说,你也是来参加公开赛的。 对,是女子组。 他笑着,坐在两个男人的对面。 我也是名单上的一员。 无畏伸出右手。 来,这么有缘,握一个。 好有缘。 因果和他握手。 那天我进门,你弟和我搭话,我还以为是骗子。 后来,一看球杆在箱子上放着,就放心了。 无畏笑着讲起了暴雪那夜,开始以为球杆是你弟的,也没想到是你。 难怪,会这么轻易地成为朋友,还特地请喝酒。 他终于想通了。 两人聊了会儿,因果从无畏这里,反倒多收获不少林一阳的信息。 无畏是在纽约大学读书的。 当初是林一阳帮忙准备的资料,过来读了硕士。 两人专业不同,林一阳早来一年,要学三年,无畏只要读一年。 他毕业没走,就是想等林一阳完成学业,一起回国。 其实我酒球一般,年轻时候练的。 就是美国酒球盛行,入乡随俗了。 无畏笑着说,他倒是说的没错。 美国很多人会把酒球当家庭娱乐。 家里有球桌,但玩斯诺克的就很少。 今天,他遇到林一阳的球房,还有平时训练的球房里,都只有一个斯诺克台子。 不见,有人玩。 职业赛上,这里人也不热衷斯诺克。 对英国来说,他是打美式台球的。 美国的酒球公开赛很重要。 但从无畏的话里,他能听出,对方是主打英式台球的。 是斯诺克选手。 倒是和表哥一样。 他的朋友,都是职业选手。 为什么他不是? 英国看向他。 林一阳一直坐在那儿,喝着先送上来的清酒。 小玻璃瓶,巴掌大,蓝色半透明的。 被他握在手心里,拧了两口,大半瓶,已经没了。 他看似没认真听他们对话。 在英国看他时,顺手,把餐单推到他面前。 先点,再聊。 对,先点,先点。 无畏附和。 那张餐单上,是一张张照片。 拉面这种东西,在全世界开店都是一个门道。 只要看着图片选面和夹菜就好。 英国很快看好菜单,他还给林一阳。 林一阳招手,直接叫人来点单,对这儿太熟。 他和无畏根本不用看单子也能忙点了。 无畏则画风一转,聊起了在纽约的日常生活,关心起英国接下来的住所安排。 应该还是旅店吧。 英国说,现在那个,没考虑租房子,短租。 是想过,可觉得三个月不长不短,怕麻烦也找不到好的。 无畏马上热情的邀请,说自己租住的公寓是三居室,其中两间是一对姐妹,这个月都要搬走。 他可以帮着问问房东,能不能让英国先短租一段时间。 这样呢,有两个好处,第一是现阶段省钱,第二是,倘若英国表弟拿到纽约大学的offer,直接租下来也不错。 地段好,交通方便,现成的房子。 无畏的话确实打动了他。 当初他来,好友也建议短期租房,只是因为好友在国内,不方便给他找房子,就此作罢。 既然有信得过的房源,租房当然核算。 英国开心道谢,加了无畏的微信。 等我先问问房东,明天给你确切消息。 无畏最后说,因为他们还要赶路,没再多聊,很快吃完面。 宵夜散伙后,林一阳和英国再次坐上地铁。 到英国旅店时,已经是11点。 他住的旅店,算比较偏僻的街区,四周都是修理工厂。 唯一热闹的是一个小加油站。 从地铁口走到旅店,要经过一条漆黑的路。 除了加油站的光亮,没多余的灯,三五分钟路程。 半夜起了风,将他吹了个透心凉。 他把英国送到旅店门口,那里有两个酒吧女招待在抽烟。 两人走进时,他们正好把烟头掐灭了。 两人帮忙着,拉开旅店,厚重的黑漆铁门,进去了。 他停在台阶前,你回去,还有地铁坐吗? 地铁是24小时的。 林一阳把肩上的球杆筒摘下来,勾着绳子,不像要递出来的样子,好像在等着什么。 他勾着绳子的手,路在外头,因果看到,联想到他握球杆时的右手。 台球这种运动,需要漫长,不间断的岁月打磨和苦练,和任何体育项目一样,一天不能懈怠。 外形人看不出来,内行人不可能看不出。 他这样的水准,是常年练出来的,不太像业余爱好者。 身后玻璃门被敲响,打断他的思路。 他回头,看到表弟在磨砂玻璃后,在对着他们挥手。 林毅阳的手臂,同时从他肩上越过,替他拽开了铁门。 他把因果推进了温暖的室内,球杆筒递给了孟小天。 谢了啊! 杨哥,送我姐回来。 表弟笑呵呵地道谢。 他点了下头,算是道别。 随即两手插兜,掉头,沿着加油站旁,没有路灯的小路,原路折返。 因果摸摸耳朵,刚刚林毅阳拽门,袖口拉链,把他耳朵刮了一下。 你这么巧下来,杨哥给我微信啊。 说你要到了,让我接一趟。 表弟说,估计我提过咱吕殿下游酒吧。 他不放心吧,怕你撞上罪鬼。 出乎意料的答案。 因果再回头看外头,林毅阳正拉高帽子,挡去冷风。 他的远处是加油站灯光,左侧是路旁的墙壁。 渐渐的,人影消失在漫天风雪里,应该是下地铁了。 本集完。